老公 你给我站好 你给我回来 你们准备 把他给我抓回来 快点 快点 你们几个 抓住他 走 你这是找死啊 贝勒 不在你家 看着那个姨太太 跑这儿来干啥 阿夫人 有本事你背跑啊 人今天不千刀万刮你 那就背火 白眼郎 你嘴还挺硬 那你那个姨太太 咋还要人给睡了 你别光长着嘴啊 有能的 你过来 来来来来 过来 有本事你背跑 在那儿等着啊 敢跟你说 不是看在你娘 当你白衣白顺的份上 敢走就把你给掐死了 白眼郎 你给俺记住了 俺早晚有一天回来 把你的脑袋弄去 来挡掉糊 俺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俺让你后悔 做那些万恶的事 你等着 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千刀万刮你个辩孙 你只管给俺等着 你只管给俺等着 你还愿意 你快去吧 别闻了 不快去 你快去 快去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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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昊 儿子终于打回来了 明昊 明昊 你看看 我给你救国君 这贾勇贵招救国君 贾府人也招救国君 这哥俩有啥区别 看清楚了 那亨服上有康日俩子 贾勇贵没有 天下第一道两拥手 也和老二联手了 这哥俩真不一样 叫啥 走吧 下一个 叫啥 拿着 走吧 好 好 名字 叫啥 王石头 叫啥 王石头 啥名字 没听明白 看啥看啊 上战场以后 就能拿这个枪了 知道吗 拿着钱走吧 好 下一个 名字 好 去吧 来 下一个 叫什么 李三娃子 多大了 今天正好十把 好 去吧 哥 哥 来 你看这大人不多了 后排那么多人呢 俺担心这钱不够啊 没事 接着发 招人要紧 来 爸不完大条 抓紧来帮帮帝 去 沈子 翠花来了 洗衣裳呢 我帮你洗吧 不要不要 这点医生还叫活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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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花儿 这边有啥新事啊 哥 哥 玉米还有吗 你 是的 你吃得了吗 你都弄出来 你给锁住留点 吃吧 还多的是呢 你看你那个样 就知道吃 你浑身就吃得能的 尤人哥 咱那天的事 你想得咋样了 到底咋样了吗 你说这个事 要是放在你身上 你咋弄啊 你看你咋又转回来了 这事俺能拿主意吗 这事对你拿主意 要不咱问门书 别别别 现在这事一提起来 俺就烦 别烦门书了 你慢点吃吧 别再把你给撑死 咋了 够啥呀 二朗 你说这杨翠花和门玉如 哪个更适合永生哥啊 你要是这么问着 让俺很连作呀 你看 你就说说 你没看见永生哥 都愁成这样了 我还说了算吗 你 你看你 你这鱼目脑袋 咱是私底下合计着 帮永生哥解决这个问题呢 私底下 那肯定是脆花了 为啥 脆花都好啊 洗衣服 做饭 跟人家争取 屋里 家里 收拾的都都好 还帮俺娘干了不少活呢 还帮你娘干过活 不是二朗 你这是给自己找媳妇啊 你说小心点 行行行 那鱼如呢 鱼如 鱼如不行啊 咋不行呢 我丢了 盯着死你嘴 一千兆完听这个 他的脾气太糟了 你再说做饭 烤喀喀喀的面条 他都给做成面粥了 鱼如 要是取了玉如 还不得叫他嫂子呢 我讲这是一场噩梦 行啊 二郎 这不光看你愣 你还挺有心眼的 这么重要的时候 难不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还是有名的心眼子王 那个 二郎 心眼子王 那你帮永生哥戳个主意 这都不是事 俺回去告诉俺娘 让俺娘给永生哥保个眉 不就完了吗 行儿了 俺真小看你了 我来 二郎 这 翠花 二郎 你啊 翠花来干啥来的 没干啥 没干啥 俺看她有心事 到底来干啥了 连你都看出她有心事 你说她来干啥 不知道 来了 坐了会儿 啥也没说 走嘞 啥呀 叫你二愣真没错 他是想让我给您永生哥保个眉 没下着吗 娘 巧了 告诉你个天哪的好消息 刚才俺还跟锁住商量来着 让你给他俩儿保个眉 这眉啊 娘想保了 不过还得好好思量思量 为啥呀 为啥呀 你说为啥 你没看见玉如天天在永生眼前晃呢 她对永生的感情 咱全再次能都知道 那你说现在娘要是把翠花给永生保了没 玉如可咋办 完了 这回全完了 俺都吹出去了啊 娘 说你确心眼 别在这儿胡打胡打的 俺这叫木匠打老婆 有尺寸 喝不出你 你要是有尺寸呢 我就不着急了 你轻点啊 干个疼呢 喝轻点 轻点 现在知道轻点了 你那个兄弟正在龙潭捡 卖咱的房子卖咱的地呢 你说你 你知不知道心疼 行了 你就不一说了 我不说就不疼了吗 你一口一口宰下的家义 都被她给卖光了 往后咱们吃啥喝水 行呀 你自己不带钱出来了吗 我那几个桥 够过几天日子呀 我不管 带出去的 没带出去的 都是我 老年 你看个就破房子 没吃没 没不没盖 咋也让人给卖过了 我好的日子 我又怎么过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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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可不能感觉不怪 那可是你的家业呀 不行 不仅找几个人 去跟他说和说和 这再怎么说 他也是自家兄弟 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疙瘩 快 快去 再不去就晚了 快 闭嘴哈 你让我求那个瘪毒去 你死了这份心寒 死了这份心寒 那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你干嘛跟他置气啊 行 你要是豁不出去这个脸 那我 我厚着脸皮 我要去求他 站住 你又想跟他去名仆案干是吧 行假的 别把屎盘子往我身上扣啊 这事咱们早就说明白了 是你兄弟成亲恶心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 男心里有数啊 男心里有数啊 你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你有什么数啊 我告诉你 你可别逼我 你要再逼我 我就给你戴一顿绿帽子 我让你光纵要走 你干嘛 你敢戴绿帽子 你戴绿帽子 戴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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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 咱现在借着永春哥 蒙古刀的名号 好不容易招了这么多人 那要是现在散伙呢 以后可就冲了杭氏了呀 走 砍砍去 反驾飞 我们要反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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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上去 干什么 弄那么大东西干什么 都是自家兄弟 哥 行了 兄弟们 俺是贾家的二爷 贾家别的有没有啊 不知道 但就是不缺房子 地 还有大洋 那你为啥不给俺发俺家费 是啊 给俺家费 给俺家费 你是后见老王家的小子吧 是啊 你们老王家三代都是俺家的店户 别的咱们说 就说免了的租子 省下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俺看了一下 这里一半的兄弟都是俺家原来的店户 大家凭良心说话 是白眼狼贾永贵对你们好 还是俺对你们好 二爷对俺好 那就给俺几天时间 俺跟大家说个事情 但你们别给俺说出去 谁要是给俺说出去了 立马给俺卷铺盖卷 走人 俺有几千块大洋 正在从青岛来咱们宁京县的路上 行了别吵糊了 这大洋都在路上的 你们招啥急 别大胡小叫的 几千块大洋在俺贾家不算个啥 就是 人家贾家在咱们宁京也是又一号的 二爷以前在青岛当官 看来允千这事儿八成是真事儿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大家都知道 这日本人打到了山东 俺在青岛的财产也得运出来 可这一落 敬他娘子是土匪 这大洋 比平时走的慢了些 不过不怨大家 是俺没跟大家说明白 俺本来想 兄弟们晚拿几天大洋 也不算个啥 但是你们一天不吃饭 保险就走了烫子了 是不是 是 是 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 俺向你们保证 快则三日 慢则五天 大洋就到了 到时候 俺请你们大碗喝酒 大碗吃肉 猪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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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还走不走啊 不走嘞 不走嘞 大死也不走嘞 不走嘞 不走嘞 好 男子汉一银 驶马难追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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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按思量来思量去 这下可给你找了个 趁心如意的 这家的孩子 你认的 贾妇人 是妇人这孩子 你看啊 论出身 人家是贾家二少爷 那家大业大 光下人就一大堆 怎么也配得上咱闺女 那论样貌 也是一表人才 又能说会道 能文能武 他们说啊 这样的女婿 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呢 配得上咱闺女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靠谱 其实啊 翠花那闺女找过我 让我给她跟永生保个眉 你 我就琢磨着 要是这几个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 那不就终了吗 几个孩子的心思 俺都能看出来 她沈子 先不急 这毕竟是闺女的终身大事 俺再琢磨琢磨 终 是的 还是你用办法 现在 总算是把他们给满住了 不是 望眉止渴 可俺还不知道 这梅子树在哪儿啊 哥 你不是卖地的吗 咋了 你人卖 谁卖啊 这龙潭街的人 都是俺家以前的店户 就靠租纵俺家的帝国日子 这一年到头 全家老小 能弄个温饱就不错了 谁还有钱买地 那这个龙潭街 就没有其他的富户了吗 有啊 可是他们都怕 这个白眼狼 再杀个回马枪 找他们秋后算账 就是有那个心思 谁敢买啊 这都真是个麻烦事啊 你说 咱们刚把队伍拉起来 如果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大家伙还不得一哄而散 如果现在 那个白眼狼带人打回来 那咱们就是 使个浪过街 滚蛋了 哥 那咱们现在该咋办 要是想在这站住脚 就得先干两件事 那两件事 这第一 咱们得用离间计 得让白眼狼 跟缺家兄弟窝里斗 互相猜疑 没工夫顾及咱们 只要给咱们缓上几天 咱们的枪就到了 那咱们就不怕它了 那第二 就是攻打缺家兄弟 为啥咱们不直接打白眼狼呢 打二雀比打白眼狼还厉害 这就是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你想想 咱们用离间计 这二雀兄弟 不一定能信 可是咱们马上打他 而不动白眼狼 那就由不得他们不信了 明白了 要是咱们先灭了二雀 这白眼狼 就得少了左膀右臂 就成了一条没有牙的狗 其实二雀不死 他们反过头来也会弄白眼狼 就是弄不死白眼狼 他们几个人以后 也会分当扬镳 是吧 没错 俺就是要把白眼狼 逼上绝路 你说这是啥破地方 咱土都冒烟的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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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你敢出来 你吃里怕外 你算个啥玩意 吃八卫 你俩老爷说话客气点 快冲 这没你事 别让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的 警察 今天你要不把这事说清楚了 那俺就为俺死去的兄弟讨个公道了 八爹 八爹 你这是干啥呀你 回边去 去八卫 竟然敢对俺老爷放肆 俺就一刀先宰了你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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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里这是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对啊 都不想过了 你们都是瞎了狗眼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柴湖地儿的 不是龙团街 俺一声令下 你们都得死在这儿 亲满 别走啊 八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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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八爹 这无刀弄枪的 又咋了 你瞎子吃饺子心里有输 八爹 那又啥输了 茅草沟与杖 死他都是俺和七哥的兄弟 八爹 干也差一点被撑 行了吧 你不来个苦肉计 怎么把俺哥俩套进来 牛大刘 你们俩也造了白眼狼的道了吧 八爹啊 你来都得想干啥 干啥 你自己看 看 大刘 大刘 我走过一别 俺十分挂念 如果那边的事情 一时不能得手 就先回来吧 只要大哥平安 比啥都强 此心看完就烧了烦 切记 小弟家伙人顿手 好 贾司令啊 俺们兄弟这么拼命地跟着你干 你就是这么对俺们兄弟呢 你看见了吧 他这是想毁尸灭迹啊 老婆 你莫看出来啊 这是贾府人的反奸计 他希望看到咱们窝里斗啊 如果安安心里有鬼 能到柴火店来捉啊 你说的这套词啊 安哥早就知道了 自从安哥俩跟你合伙一来 打几仗败几仗 现在剩下的人 都不到原先的一半了 安哥说的没错 你就是想等日本人来之前 把宁津县城 所有与你抗衡的势力 全都消灭 对吧 八爹 我对天法是没有那个意思 如果你还不信 等安杀毁龙潭街之后 把安的家产 我三分之一给你哥俩 咋样 那那个阿姆呢 阿弟啊 剩下的 剩下的三分之一给你呀 你们啥呀 别听他胡道道 他们现在这个势力 能打回龙潭街吗 对呀 八爹 四 那老爷 哪 爹 鸡儿 干啥呀 老爷 给咱八爹 你自己呀 八爹 看 这是安安给你立的字捷 你看看 哪儿写的不够 啊 哦 安忘了 你不会字 安安给你听听啊 你不认识啊 闭嘴 闭嘴 老爹 你 这回你要再骗完 下回来的时候 抢铃可就有子弹了 好 走 多送啊 多送 你 好 솔직 好 病 没 老爷 这就是你背脖子巡 BBQ 我还要不知道他这个皮静 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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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吓 子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啥 好 死令啊 拿吗呢 对啊 你们哥俩想作弹啊 你们两个脑子 真是被驴给踢了 来 真是 我把你们哥俩 当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看待啊 你想想 我有了 你们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如可俺们俩在宁静地间 早晚有一天 那个确实兄弟啊 把你们俩给弄死啊 今天我在这里警告你们 好 从前王后 再给一连不咬连 走 走 走 老爷 稍喝点酒吧 老爷 放手 放手 老爷 别再喝了 一会儿就喝醉了 来来回回的敬人 都看着他 兄弟啊 孙儿啊 暗时看出来了 我说 乔珍 只要你肚子里啊 有大洋 拔杆子打不斗的人 都会上杆子跟你做朋友 如果你肚子里没有大洋 你就是跪下求人家 人家都会要着道走啊 老爷 老爷 放手 老爷 放手 缺家兄弟 指不上了 老爷 如果不尽快地筹到钱 咱们好不容易拉起的杆子 就有可能啊 被他们给输了 老爷 老爷 别再喝了 别再喝了 听说人家家夫人啊 现在在龙潭街 卖房 卖地 拉杆子 起队伍 她的队伍要是再壮大了 这个兔崽子 肯定回来弄咱 咱得想办法啊 是啊 老爷 老爷 那你看这眼行不行 俺倒是有个办法啊 俺跟冠冲哀俩 再去找黄菜猪去 救国卷 莫毒死属害死人啊 黄菜猪肚子上 癌喇喇一腔 她现在记仇了呀 还有亮永生 跟家夫人给她撑腰啊 从她那儿啊 俺一个子都弄不到俩 你但背了 我们走 我回去了 这也要吧 各区 这 这 这 对 来 冠冲 四哥 咋了 算不算 咱俩带着人去皇家镇 找这个皇大善人找他弄钱去 老爷不是说去了也弄不到钱吗 明这弄不成 那帝也还弄不成 咱不得给绑了就不怕他不给钱了 四哥 这是我们干 行行行行 俺也不是非得找你 俺又不得你这碗米下锅 俺现在就是给你一个职业图报的机会 你要是不去 俺自己敢去 老爷 这就是你所谓的英雄好汉 来 去 哥 咱们到了 站住 这事 行 你回去吧 交给俺了 两天 两天俺保证你能拿到那个大洋 永生 这事老不老靠 这样弄不成 可比黑眼还厉害 放心吧 保险没问题 你回去赶紧把那个地气什么乱七八糟的准备好 给俺拿过来就行 别的不用管了 你说的那么容易 手拿把钻似的 你们也会看看这是谁的地界 没看出来 你还有这本事 看来俺还找的人了 哥 那咱这趟没有白来啊 是不是 好 永生 那俺就回去准备地气了 海生 走了 走吧 来 夫人哥 玉柔妹子 哥 玉柔妹子 对了 俺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这是俺让人到现场打的 你带上看看 夫人哥 什么 你带我 你带我 我那天要下班 就是你现在 训练 那天要不是 我使她 有人说我 给你带我 那天要说你 竟然呢 是谁 竟然不敢 走 子哥 这大白天的干这种事 不会太招摇了吧 过不上了 他娘呢为了老爷活着去 走 对了 东莱 你一会儿到皇家镇找说谷的来 把这家伙事都拿好了 明天来宁安寨 有活给他 给他一块大洋不白来 这得保险乐意啊 哥 说有一场就给一块大洋呢 明禅啊 有能带你来啊 四哥 把面杖摘了吧 蒙着莲反而也能注意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管大侠呀 八百两都不能摘呀 你知道不 俺这个莲在黄金镇是挂了后的 别让他们看见 咱硬起来 走 你干什么呢 管手啊 跑 大白天的你 你翻天了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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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 永生哥 回来 好好让便 黄善人 咋是你嘞 这不是东来给锁住吗 黄大善人 俺是狗大啊 狗大 狗大 俺都吓糊涂了 永生呢 永生 你怎么来了 这是什么人啊 想弄你 谢谢了 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救了俺呢 俺本来就是来找你的 还有事是吧 咱不跟这儿说 咱回家说行不行 走走走走 走回家喝水回家喝水 走 走 走 梁大贤 今天要不是二位出手相救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谢谢了 谢谢了 别谢了 你跟俺还客气什么 俺们今天这就是赶上了 现在地面上政府也没了 王法也没了 估计这治安好不到哪儿去 尤其像你这种大户人家 估计这儿早就被人盯上了 以后你再出出进进 到哪儿去 一定得多加小心 防着点他们 是啊 是 俺们今天来 主要是 还有个事想求你 梁大侠 咱俩也是在擂台上 共同经历过生死 有啥事你就直说别客气 是这么个事 现在 日本人 已经进了山东了 俺师哥贾府人 这次带人回来 打跑了白眼狼 现在想在龙潭街 招兵买马 建个队伍 打鬼子 保家乡 别说了 梁大侠 俺清楚了 你师哥拉队伍 现在用钱是吧 对 是这么个事 用多少直说 俺马上给你准备 你放心 这次不让你白拿 你就用 咋不比交人的救国捐强 你听俺把话说完 这次不白让你拿钱 俺师哥这次想的是 卖地筹款 卖地 卖地 黄家镇 就是宁金这片 有名的钱贯子 这整个县里有钱的 就占了一多半 你又是首富 认识的人多 有威望 俺是想让你把那些 有钱的财主都叫到一块儿 俺把那地契拿着 咱当场就卖给他 正年头有地在手里 比钱在手里稳当保险 你觉得呢 楠大侠 冲你的为人 和咱俩之间的关系 这事俺帮了你张老 你就跟俺说 啥时间 啥地点 咋办 明天上 明安寨 门先生当保人 行吗 就 就这么办了 去哪儿了 用得着你管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死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死